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深入细致的检查 医生又告诉了一个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就是在他们身体里面发现了一种有毒物质 这种有毒物质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挥的调查 24小时尿蛋白定量6.99 这是一份由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去的 人体尿液检测报告 报告显示 山西阳泉市的黎女士 体内的尿蛋白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了 人体正常值的349倍还要多 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发生了严重病变 表现就是颜面和这个下肢的这个水肿 他也有其他的表现 还有高胆固醇血症 所以这个人从临场来讲符合这个肾病综合症的表现 肾病综合症 这样一向身体很好的李女士觉得很纳闷 而更让李女士感到纳闷的是 就在她接受治疗十天之后 她的四妹妹也出现了和她同样的症状 当地医院出去的人体尿液检测报告显示 李女士四妹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为7.62 也远远超过人体正常值的381倍 她那个妹妹也有这样的病 表现形式差不多 不过她这个妹妹主要是表现这个叫泡沫尿 实际上这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形式 所以就是诊断也是考虑生命变化症 医生介绍说 造成李女士和她四妹患病的原因还在查 但是她们发现 李女士和妹妹的体内拱含量超标 拱就是我们常说的水银 是一种有毒的金属 现在已经能够确认的 就是在一部分患者当中 导致非常明显的身损伤 就是患上她的尿液当中 有大量的蛋白在丢失 那么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造成病人体内蛋白质的缺失 十天之内相距几十公里 李女士姐妹俩 怎么都会和拱打上了交道 又先后都患上了同样的肾病综合症呢 大夫就说 咋回事呢 你们这姐妹俩 怎么这个少见啊 我见了一例就是 你们这姐妹俩是做美容的 就是有这个病 也是对了这个肾炎了 医生的话提醒了李女士姐妹俩 莫非她们的肾病真的和美容有关 姐妹俩一合计想起了 她们俩都在用的化妆品 采刻美白套装 说起这套化妆品 还得从李女士脸上的雀斑说起 别人都看见你 老实问你 那脸是不是草菜 是不是垫上油了什么的 就问了 李女士不到50岁 脸上的一些斑点成了她的心病 为了去掉这些斑点 让皮肤美白起来 她尝试过很多办法 但效果都不明显 2010年6月的一天 李女士远在梦县农村的二姐打来了电话 告诉了李女士一个令她心动的消息 村里卖了一种叫采刻的化妆品 对区斑美白很有效果 我看人家她就掰了嘛 就少了 我也是说看能用 能去的话就试一试 就抱着试一说太多 花20块钱 李女士就把这套采刻化妆品买了回来 这套采刻系列化妆品 包括一支美白驱斑截面乳 和一盒15天美白削斑套装 其中美白驱斑截面乳上明确写着 是纯植物提取精华 而15天美白削斑套装的外包装上 还注明7天将70%的深层黑色素还原成无色 10天消除黄鹤斑蝴蝶斑雀斑黑斑等 15天增白 效果真的这么好吗 李女士赶紧开始使用采刻系列化妆品 但令她意外的是 第一天使用她的脸上就有了一些奇怪的反应 15天美白削斑套装上明明写着 不红肿不脱皮彻底削斑 可为什么用过之后自己的皮肤又红又肿呢 李女士赶紧和她二姐打了电话 二姐告诉她 一开始她也有这种反应 过几天就没事了 于是 李女士开始每天使用采刻系列化妆品 15天之后 李女士惊喜的发现 自己的皮肤果然变得更加白嫩了 紧用了一个多月 李女士就着实感受到的采刻系列化妆品带来的神奇效果 为了能继续保持这种效果 李女士又花了60元购买了三套 我就是说是继续试试 皮肤掰了慢慢的 看是不是那个掰能去掉 想到二姐和自己用了效果都不错 李女士又将这套化妆品 推荐给了脸上同样有斑的四妹妹 四妹毫不犹豫的也花了20元买了一套 青天以后我发现她掰了 在喝点子 这就是发了红了 我觉得就是 这种又发炎了 意思就是又发炎我就继续用 脸是白了 可是斑点还在 为了早日将黑斑去掉 李女士的四妹紧接着又买了三套采刻系列化妆品继续使用 看到三个妹妹使用了采刻系列化妆品后 效果如此之好 李女士的大姐也禁不住购买了三套 听说四个姐姐都使用了采刻系列化妆品 五妹妹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于是她一下子也买了两套 就这样李家五姐妹都使用了采刻系列化妆品 使用了前几天大姐和五妹的异常反应比较明显 大姐和五妹难以忍受各种反应 先后停止使用采刻系列化妆品 但是李女士和四妹却一直在坚持使用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姐妹俩两人都差不多用完了四套化妆品 尽管美白曲斑的效果确实很好 但是李女士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直到2010年12月初 李女士又注意到她全身出现了腐肿的症状 而且越来越严重 体重也一下子增加了五六公斤 难以忍受的李女士终于来到了医院 回想起自己的美白经历 李女士才想到 真的有可能和自己使用的美白化妆品 也就是叫采刻的这种美白霜有关系 那么这种名叫采刻的化妆品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妆品 是不是它导致的李女士姐妹患上了病 记者将李女士用的采刻化妆品送到了解放军307医院进行检测 经检测采刻系列化妆品的拱含量为每千克789毫克 根据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 化妆品中拱含量不能超过每千克1毫克 按照这一标准 采刻系列化妆品的拱含量竟然是国家标准的789倍 如此说来 化妆品中的拱正是导致李女士姐妹患肾病的凶手 它的实际美白效果是存在的 但是呢 这种美白效果 我们医学界之所以不赞成的话 它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在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之后 姐妹二人相继出院了 可是肾病综合症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有影响了 该流失太多了 骨子就收伤了 最坏的打算就是 骨骨头坏死 又是出现那种情况 我该咋办了 出院之后 李女士又仔细的查看了一下这套化妆品 她发现包装盒上清晰的印着具体的厂明厂纸 生产日期 有效期 以及卫生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 特殊化妆品许可证等皮好 从外表看 这个化妆品就是正规的 如此正规的产品 怎么会拱超标呢 李女士上网搜索 采科驱斑霜几个关键字 一搜索让她出了一身的冷汗 采科拱超标24倍 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 其实早在2006年 陕西省卫生监督所就发现 采科驱斑霜的拱含量超过国家标准23倍 采科驱斑霜因此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而在2008年9月 卫生部公布的一批 不合格化妆品的名单中 采科海洋生物美白驱斑霜 不仅名列其中 而且其生产厂家 广州彩黄化妆品厂 使用的卫生许可证 以及特殊化妆品批号 还都是冒用其他厂家的 此时 李女士深为自己和姐妹们担忧 看来正是他们使用的采科系列化妆品 让他们得了病 但让李女士不解的是 如果这款化妆品早在2006年 就查出是不合格产品 那为什么自己在2010年还能买到呢 这个产品几年前就已经被打入黑名单了 而且原因就是因为拱超标 并且我们还了解到 过去厂家生产的这种产品 他所使用的卫生证号 生产证号 全是冒用别人的 所以这个产品的性质已经一目了然 如果说李家姐妹在购买之前了解到了这些信息 很显然 他们不会去买 但是现在 采科这种化妆品 在农村的销售网络 那是一路畅通 除此以外 还有哪能买得到这个产品呢 记者从山西洋泉市出发 驱车大约50多公里 到达了林女士购买化妆品的地方 山西省梦县的西烟镇 在小镇上的一家小店铺里 记者注意到柜台后面的货架上 很明显的摆放着采科系列化妆品 店主介绍说 这个产品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爱用 甚至很远地方的城里人都慕名前来购买 店主说 从买的人那里得知 这个采科系列化妆品的效果非常棒 他的生意也因此很是不错 即使感到有些惊讶 在这样一个小镇的小店里 这种采科化妆品竟然有着如此大的销量 而且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这卖了三年多了 这个品牌 哦 你这个店里都卖三年多了 我 我逛门这个品牌就三年多了 你这从哪进的货 太原 太原哪个地方 不知道 从那 就是有那个琵琶市场的 哦 还有物与大楼不三点的 也有琵琶市场的 按照店主的说法 记者又来到了太原市服装城 在极美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部分商铺里 记者果然再次见到了采科系列化妆品 不同的是 这里的采科系列化妆品有两种 一种是之前的白色老包装 分别是采科全校美白活肤洁面乳和采科驱斑霜 一种就是李氏五姐妹使用的红色包装的新产品 要是采科系列的 要不你拿上这个采科 你就用这个红合格的肯定比这个白合格的效果好 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新包装还是老包装 这个采科系列化妆品 使用的各种许可证和特殊化妆批号都完全一样 只不过老包装上宣称的20天斑点完全消失 变成了现在的15天 说起采科系列化妆品 摊主们都说 它的美白曲斑效果很是神奇 效果怎么样 绝对管用 反正这个主要是去斑 它去的肯定能去了 很有副作用吗 没有是副作用 效果还行 去肯定能去下去 这抹了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没有副作用 什么东西 它都是中药的嘛 都是药嘛 都是药啊 它这个可能就是用吧 它就没了 你要是不用 它就有点起来 那种效果 都一直用 反正采科卖的挺好的 反正他们中年用的可多了 一来十几盒的拿了 基本上来一起副 卖了多少年 从我们买化妆品都有这个十几年了 就卖这个牌 到现在还卖的 为了调查采科系列化妆品的销路 记者从村庄 城镇和太原 分别购买了三套 彩科系列化妆品 最后 记者还注意到 除了在农村小镇 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有销售之外 网上也有店家销售彩科化妆品 销售价格从五元到三十五元不单 于是记者选择了两个卖家 分别以十四元和十五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彩科系列化妆品 收到货之后 记者发现 从外包装上看 这四个来自不同销售场所的彩科化妆品 从厂名厂纸到配料 再到批号 全都一样 并且 这些彩科化妆品均来自广州 尽管目前彩科化妆品不允许在大城市的商场里销售 但是我们看到在农村的小卖部 在批发市场 包括在网上 居然这个品牌还挺有号召力 而且口碑还不错 还生存了这好多年 为了调查这种产品的前世和今生 我们的记者跟随着包装上印刷的地址来到了广州 这个彩科系列化妆品为什么还在生产销售 它的生产厂家 广州彩黄化妆品厂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带着李女士姐妹的疑问 记者来到了广州 经过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查询和核实 广州彩黄化妆品厂并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这个企业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注册登记档案的时候 我们工商局所有注册制造成统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这个记录 这个企业都不存在 那个场地也就无从谈起了 你这个单位都没有 你说你还有个产地就联系不上了 厂名和今天场所 一定要一起注册的 它没有 这我们可以判断吧 至少它现在是一个虚构的 生产厂家虽然没有查到 但是广州市工商局查询的结果显示 采科这个商标和一些化妆品的证号 倒也确实存在 采科商标的注册人叫陈俊杰 地址为广东省朝阳市 该商标从2000年7月申请注册 如今已经使用了11年了 而采科产品所使用的 卫生许可证号的实际批准使用厂家 为广州路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殊化妆品许可批号 对应的是一种染发产品 生产企业是广州市中越大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这个包装相反一个情况 我们认为这个产品是一个假冒厂纸厂明的 冒用他人的 卫生许可证 特殊许可证的一个假冒为的产品 采科系列化妆品的生产厂家没有注册 厂纸是虚构的 批号是冒用他人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工商部门表示 他们监管也存在难度 他没有登记 没做登记 我们就很难去寻查 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他自己地下加工厂 那也有可能他在生产 用别人的号 在包装上全部打上 那消费者 就觉得这个产品是真的 照假的人 他应该这么做 否则他卖不出去 那如果地下加工厂就发现了一个人 我们查一个 有举报 我们发现我们最查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 邓丽强 邓丽强 邓丽强您好 您好 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 还不是说在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 劣质的这样一个化妆品 可能会给人体带来伤害的提醒大家 而是说 这个化妆品早就已经被国家查处了 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它仍然活跃在游击队的市场里 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这是假冒伪劣化妆品 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动态 过去就是在城市销售 然后查处起来比较容易 对 大商场里面 现在广大农村是个很大的消费市场 在这种情形下 它就去占领农村市场 而农村市场监管又相对是比较薄弱 所以它就滤进不止 当然除了这种农村之外 还有网上这种销售 因为它不易琢磨 而且对于这种违法的形式 我们行政机关的查处了 也有一些查处取证 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从这些化妆品履禁不止来讲 还是我们监管力度还不到位 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查处的困难 它究竟困难在哪 一个是取证 再一个行政机关之前互相推诿 至于它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说 它网上应该是归工商 工商究竟是归哪 是归我受骗的地方 还是销售的地方 好 归哪个部门管 大家推来推行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 现在我们化妆品管理比较高位节的 法律层级的这种法律法规 是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 而卫生监督管理条例是20多年前出台的 显然这种法律法规它还是比较滞后的 所以它违法成本比较低 然后就导致一些不法的厂商丧失这种良心 然后生产这种假冒伪劣的这种化妆品 法律法规要及时的跟上形势的发展 目前作为咱们的市场来讲 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劣质的 甚至是假冒的这种化妆品 遭受了权益的侵害 维权的途径是什么样的 找谁反应这事 第一是工商行业管理部门 同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有义务 有权利去进行查处 当然法院法律诉讼是一个最重的途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提醒大家关于取证的问题 第一你要证明你在这里买过化妆品 第二买的什么样的化妆品 这都有您的销售的票据与保存 同时当出现了身体的不湿 那么什么时间开始出现的这种不湿 要和销售的你使用的 它是相吻合的 使用的过程里的联系 相吻合的 乃至于这种身体的不湿或者中毒 和您使用化妆品有没有关系 当然医生的诊断也显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维权 理性维权 如果确确实实是有证据证明 使用了某种化妆品以后 导致的一种身体的状况 当这些证据充足的话 我们相信您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 生产厂家根本不存在 批号是假冒他人的 而且多年前就已经被国家列入了不合格化妆品的黑名单 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彩科化妆品这几年来一路热销 仍然活跃在农村的小卖部 批发市场以及网络上 并且还有一些消费者 把他誉为是去斑美白的高手 仍然还有很多消费者在迷信这种产品 可能坐在电视机前的您 甚至就还在用着 那么究竟这种产品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我们提醒 有增白去斑产品消费的人 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是吧 做增白去斑美容 应该慎重选择 任何东西达到一定的剂量 它都是有害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有毒的物质 也没有绝对无毒的物质 都存在一个合理应用的问题 好主任说 虽然拱超标产品的美白和曲斑作用很快 但因为拱对人体有害 所以拱集气化合物在化妆品中是被严禁使用的 长期使用拱超标的化妆品会导致人出现 头晕 头痛 口腔溃疡 失眠 性情烦躁 记忆力减退 头发脱落等症状 对于孕妇来说 拱中毒还会给胎儿带来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把我们的管理的步骤提前 从生产的源头就开始加强管理 另外一方面 从整个经营渠道市场上加强我们的管理手段 当然更重要的 法律法规 我们的制度要跟上化妆品市场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相信这几件事情做到之后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消费者可能会掉入商家的陷阱 然后用自己的健康去换来这种美容的效果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感谢您导演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今日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